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Master 這次影片主要想說一下如何打這個記者大修煉 我自己先說一下,我自己沒有一個單體的輸出 所以我另外練了一隻 我們進去,這個芙蓉 我的組合都是一如既往,都是有君主蛇加武天鵝 再外加一隻念猴 因為念猴的單體輸出都很厲害 我們進去,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去 一試變成龍與鳳 釣狗,首先飛鵝先開技能,然後逐個逐個開 其實可能會調轉了,可能火花喉才會比較好 不要緊,我們先把念猴的輸出 再加上妖狠攻擊,這裡給他一個藥渠 可能我先後次序要再調一調,這個次序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好 但不要緊,馬上炸下去 其實這隻野黑魔人差不多死了 好,炸下去 OK,差一下,做馬尼亞就死了 好,不要緊,君主蛇死了,我們回一回 好,只要打完了野黑魔人,基本上就好很多 因為野黑魔人也算是一個輸出重 很多關裡面,你以為他是坦,其實他也是輸出的 即是他用的招大技一炸下去,基本上都死了 好,基本上就贏了,非常簡單 不過我也是看彩數,如果他的大至少不是經常中的話,會輸的 剛才我輸了一場 OK,都很無必,所有關卡都要打 這個大修煉 因為大修煉的通關報酬都非常豐厚 有兩支的技能精華,六支的高級水,中級水,非常有用 所以都強烈建議用 如果你沒有單體輸出的話,自己選一隻喜歡來練 或者選練後都可以 如果你沒有全體輸出的話,你可以選擇用雷超 阿羅拉雷超是蠻好用的 阿羅拉雷超,放電 基本上跟黑魯加差不多 但是黑魯加勝算有什麼? 會比雷超高一點輸出 高一點特攻擊的能力值 大概就是這樣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其實這個遊戲都可以算是 你願意去練習的話 其實很多關都可以過 基本上不需要全部五星 只不過你有些時候抽到五星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遊戲容易玩很多 好,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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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到